2023年9月9日重叶 今天是英国华时间晚上10点44分 我仍然会继续讲一下美国的股市 而在美国股市里面主要集中讲一只股票 就是苹果 为什么要讲苹果呢 因为我喜欢苹果 也不是的 没什么好选择 苹果产品是不错 我是自己家里用苹果 在公司我用Dell 就是IBM Compatible 因为这些软件用选择 好了 讲苹果的时候 我都要做些研究 其实每次我做节目之前 真的会做些研究 而且研究时间 一做就有一个小时 不是说这样录就录 看了很多资料的时候 才再做 苹果你看到《华尔街日报》 就是中国和美国在竞争中间的一只棋 很重要的一只棋 就是说如果一旦 就是中国那边禁止那些人用苹果 甚至乎在贸易战上 出手去制裁苹果的时候 这样对苹果的股价会怎样呢 《华尔街日报》就说 假如连苹果都走不掉 其他公司就更加惨 因为苹果跟中国的关系已经算好 还有一件事 中国无论是领导人 就算是那些干部 每个人都是用苹果 难道真的要走去用华为吗 当然不会 大家都明白 你送礼送给别人 你送给别人 你送给别人 用苹果机 还有送给予华为机 别人立刻我跟你说 我很了解中国 华为机 立刻帮你等落十桶 原来接着怎么办 在背后就骂你了 如果移民 当然移民去美国 移民去澳洲 是不是 如果买东西 当然是买美国产品 你还给他整个中国产品 给他 真是骂得少 所以不了解中国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 觉得 哎呀 是不是华为会很厉害 或者其他手机会很厉害 中国人自己是不喜欢 用自己的产品 大家要理解 那好了 苹果 哇 就说到 如果大陆制裁的时候 苹果股价会下跌 那我们再研究一下 是 那个 究竟会还是不会呢 这样 如果是要跌 又会是怎样 那今天我们讲讲苹果 第二 就是说 苹果占 就是 中国的生产 营销 生产很多 很多 中国的营销占了苹果的多少 原来占了苹果五分一 就是苹果的revenue 有成百分之 即20%到22% 居然在中国那里产生 所以 如果一旦 中国那边制裁苹果 不用苹果的时候 当然对苹果的影响会很大 但是 可能性又会是怎样呢 等下说完股票之后 跟大家分析 OK 近日呢 我就专责 就是买和卖 就是苹果 我觉得 反正都是做买卖 就是锁定一只先 那不用那么辛苦 那么麻烦 就是同学会的基金 就是做苹果 那这一周 都做了几单 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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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也是 无私奉献 就是直接 就是 告诉大家 图文并茂 我是怎样买 怎样卖 还有 是 当然是赚钱的 不赚钱 我都做来做什么呢 当然是赚很少的钱 因为同学会基金是吃饭的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 明来六个月就赚$50 再六个月再赚$50 因为为什么去年少了$50-$60 那你连续两个六个月赚$50-$50 才可以版平 然后每赚$50之后 再加8% 即58% 就在六个月之内做到 就收劳 然后等下一个六个月 又做$50-$50 即58%又收劳 那又变成了 就归本了 但是可不可以呢 大家有点看我的transaction 然后自己用心去评估一下 说回大市 大市的走势就在这里 导形斯 导形斯的指数走势在这里 拉近小时大家看看 其实它是一条上升轨 看到它是上升轨 OK 如果大家不明白 的话 就加一条线 简单些 就是 是不是够清晰呢 哈哈 那么 Ari画的线 是第一无疑的 因为全世界都是我画这样的线 其他人都不会画 或者他画的会不会不同 是吧 我每条线都即时画给大家看 这条上升轨 所以呢 就是 如果你是短炒美国股市 是 比如两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之内 看这条线就很够了 如果它跌穿 导形斯指数 跌穿了这条线 现在变成红色 跌穿了下去的话 那即是说 就不会再升 不是表示跌 是不会再升 打横行 也有机会跌 就是三分之一的机会 升就没有了 三分之二就是 可能横行 可能下跌 OK 但是现时 大部分的机会 在条线上面 都是上升居多 大家看到它 前日 在这个9月6日的时候 它是 最低是 34291 然后跟着 就已经在 第二天 就已经上回去了 然后再上少少 看到导形斯指数 它连续跌了 1 2 3 4 由这个 大概8月31日开始 跌了几天之后 那现在就上升了2天 我们可以暂时可以看到 就确认它应该是 调整 小调整应该完成 应该会继续上 大围的环境和经验 告诉我 暑假都是上多的 很少跌的 还有一样东西 是要塌 都是要等到10月塌 的机会大 9月呢 是一年里面 即是冲刺得比较快的月份 来的 看上去 十年八年 你看看 再过多几个星期 就知道了 所以争取机会 在这个 暑假 臨尾的时候 即是现在 阿富人暑假 9月呢 是会再上的 但有没有机会 突破上面这条线呢 三万五千多点 有所保留 有所保留 因为大围的环境 这个 越境的战争 这个 在中美的关系 南海上面 在各方面 还有很多 很多 问好 我觉得就是 如果今年 年底 上上三万五千 那些 一定可以 但是 再突破上去的 这些 机会呢 微乎 微小小 但是 如果是 Donald Trump 当政 实际上 因为Donald Trump 是做生意的人 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像我今天的儿子 问我 为什么你会 支持Donald Trump 呢 他不诚信 他是 不正确的 我说 很简单 Donald Trump 和拜登 两个 如果Donald Trump 是不好 是他有时 说大话 读而处理 但是拜登 那个儿子 就是怀疑 做corruption 收钱 还要take drugs 是吧 拜登年纪又大了 喂 其实拜登的状态 是比Donald Trump 更弱 那 两个 就是这样说 两个都是坏 那哪个坏 我选过 比较好少少 所以 这样说的好处呢 就叫做政治正确之余 没有人搏你 你不是说 我不是支持哪个 我只是说 哪个坏 我不选他 那大家没东西说 哈哈哈哈 哪个站不满 我就不选他 那你站不满 身体健康弱些 你怎么办呢 对吧 那别人很难搏你 等着最近BBC的新闻 就是访问香港一个 议员 叫做 什么子敬华先生 BBC老人家访问他的时候 我记得这位子敬先生 就是这样说的 访问他的时候 当然政客都是这样 顾左右而言他 好像说到 其中一位流亡海外的前立法局议员 有年轻的 哎呀 名字不要记得 很年轻的 那子敬先生就说 喂 他应该是 负责任 回来香港 然后呢 自首 然后呢 就是受审 啊 因为我们香港呢 奉行这个 普通法的嘛 啊 为什么你 知法犯法不回来呢 那BBC那个 节目主持人年纪大 他对香港不太了解 是不是 所以呢 当子敬先生说到 common law 是管治香港 又叫人们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应该是 这个 这个 BBC的 这个鬼佬 阿西人 就应该矫正他 以前也是的 由你国安法 推出之后 那个国安法 都不是香港立法的 是人大那边 订过来的嘛 哪里有用common law 近来都没有用过很久 近来是用这个国安法 如果国安法是中国特别为香港设计的 国安法很厉害的 我看你不顺眼 就可以了 不用保释 又不给亲人探你 又不知何时见法官 又不知何时出庭 只坐 很强大 对不对 是有中格特色的 这个法律 OK 不是common law 国安法哪里是common law 你不是用common law的时候 别人就不回来 就这么简单 其实没有什么辩驳 当然 如果你是扭曲一点 告诉别人 你是用common law 别人当然不认识你 对不对 但是很可惜 BBC这个老人家 对于香港的情况 就不太了解了 OK 好了 从政也好 或者你是旁观者也好 心水一定要清 心水不清的很大 如果拜登继续当选 乌克兰很惨 一定会继续拖下去 其实民主党 在某方面来说 我是 其他方面可能 我都会有些事情 会支持 但是在这个拖场 这个战争上面 我觉得 共和党是会 快刀斩联马 是不会拖的 你拖的时候 令乌克兰会很惨 令乌克兰很惨 这个牺牲了乌克兰的利益 然后 是去获取更加大的 距离美国利益的话 摸口非 不过 在人道的立场 或者在世界的立场来说 是有点难过 我觉得 在特朗普的管治下 他没有这个耐性 跟你慢慢拉脚 特朗普就是 特朗普是什么 我一刀帮你刺断他 哈哈 快快随随 因为特朗普想做的东西 是多些的 他不是想在一个点上面 帮你拉脚 然后做了几年就算了 特朗普是要流方百勢的 OK 现在美国民调已经说了 除了这个 列根之后 到特朗普 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哈哈 我说特朗普 我都 哇 这么厉害 我当然要冲着这个 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那里进发 所以特朗普是 不会拖 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OK F16一早给鬼了 还有看穿你俄罗斯 你落核子弹 是不是 我不信了 明白 做生意也好 做什么都好 买卖股票也好 有很多时候就是 你要权衡轻重 一知道哪里是对 就大幅度地拼取下去 不可以悠由寡断 然后又不去做决定 只有一个拖字 民主党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不好的 我们加拿大的自由党 都是一个拖着 什么都拖 而且做事也都是 悠由寡断 这个我是真的 我是不赞成的 我自己是保守党的 是加拿大 所以这个自由党的政策 我是绝对不赞成 OK 好了 不要这么离题了 回来 因为刚才那些 都会影响经济 中美 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都会影响经济 我说回这个权元斯指数 权元斯指数 权元斯指数 既然是向上的 好了 如果你要动动这个权元斯指数 会带来很多资金 要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短期的 即是你不能动 它是向上 是向上的 是吧 好 dolce 向上的时候 然后,纳斯达克是怎样的呢,你要分开来看 纳斯达克在下面 现在两样东西都是向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股票的向上机会大了 纳斯达克在前几天,杜云斯指导下跌的时候,他都一样跟着下跌 大家认识下跌,连续1,2,3,4,4天 在9月1日开始下跌,跟着图看,到9月7日还是下跌 然后,在9月8日,纳斯达克就开始下跌 未来怎样呢,现在的中间位,上升的机会是大过下跌的机会 现在基本上是8二开,8成是向上,或者打横下 只有1,2成向下 而道指是9成向上,只有1成向下 刚才说的图很明显 如果两种指数都是向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个别股票应该就要向上 如果这样去推论的时候,就看看苹果 因为苹果是差不多最大的股票之一 苹果在纳斯达克调整那几天的时候,它两天调整得很快 然后,跟着呢,在上一个交易日,它是扯回上去 我看到一个绿色线 上一个交易日,它最高是180,最低是177.79 收市是178.18 然后,我买入的交易是179 那,未来的苹果是怎样呢 如果根据图表的分析来说,它现在是一个叫做培回三角形 就是刚刚中间这个位置,顶上189在这里 底呢,就是在这个大概172 172至到190,中间 它现在是中间位 那变了来说,它可以上可以下 但是因为,道指和纳斯达克都是向上的机会大的时候 苹果就要上 所以,在上一个交易日,你见到它跌了下来 最低是去到173的时候 它就彈了上去 最低是173 其实,我是定了价买入价,定了172 那,被它走掉了 就是我前一天定价,172买入 谁知道呢,它最低是跌到173 然后,跟着已经就不跌了 那,我买不到 那,第二天想买的时候呢 它一开始已经上到178 那,我就是179入 好了,苹果这个礼币的走势是如何呢 就讲讲我的买买 是的,我是买入了179.75 是9月8日 这个在这里,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买入的价格 那,现在还在开启的,OK 上一个,Buy 拉开的,它两个不同的 上一个交易呢,我先在9月1日 即是SORRY,我是在这个,Buy是8月21 OK,然后呢,就是174 卖出的是189,OK 另外两个交易呢 另外两个交易呢,就在9月5日呢 我们是SORRY,苹果是189的 然后买入是183的 如果有深水晶的朋友 或者再会放看的时候呢 这四个交易呢,都是赚钱的 那,OK 那当然啦,第五个交易呢 179.7呢,未,未赚 9月12日,上一个9月日才买 那,我们拭目以待 即是说,我不单止做分析 实际上,因为我入市 我才做分析,如果我不入市 我根本不会分析 大家明白 而我入市的原因是 因为有个同学会基金在后面 很少的钱,但是呢,就是这种承诺 那,既然入市,那就分析了 嗯,我是 每一个浪,譬如说每一日 它的走势,我都知道 所以,你看到我连续几日 就已经买了,总共五次 买,买,买,买 那就是,基本上 是,无保不落 嗯,太容易啦,这些 简单的东西,OK 那,但是,好了,我179 买苹果,那我觉得我会去多少呢 哦,在cut profit 至到大概是 回到大概接近190 就cut profit了,因为一短炒 短炒,每次 几个百分钟 这样,三大炒买口才是十次 就是,十次买,买,买,便要 要进出二十次的啦 那,就变成了二三十个百分钟 是这样的意思 那,其实难不难呢 都不容易 因为你一进一出,是不是很花时间 才能赚了几个百分钟 那,估是会快一点的 但因为,如果你估,估是小股啦 那,不会玩大股啦,是不是 大股呢,就 上落都可以玩 苹果的走势就这样 变成了,我仍然看好的 那,它应该是会继续向上 如果当苹果都塌了,那就糟糕了 立即打黑所有股票都会塌 OK,是不是美国那么差? OK,所以,因为 因为,经济上算不错的 那,就看看这条上升轨啦 那,有苹果的上升轨啦 OK,白条线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的上升轨啦 这里就是苹果之前的上升轨 如果同时解释了 这一天,即是8月4日 跌穿了上升轨的时候 一蹦就跌下来 立即看到,可以立即解释到 那,下一轮会怎样呢? 下一轮的上升轨就是这样 就是 基本上,它是parallel 你大致上是这样去看它 那,即是说 在未来,苹果的走势 会在红线上面居多 红线上面居多 即是在上面这样慢慢培回 那,慢慢上升到 希望上升到190 那,会不会再上升? 会不会再上升? 苹果是比较看好 因为,就算带围 是这个财经分析的专家 我们估计苹果都估到 200到220元的价钱 OK? 那,有没有数据? 本来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 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苹果,我觉得 我们是看好的 另外一方面,譬如说 其他的市场 OK? 即是说一下香港,切身处地 香港,你想看好 其实很难的 你看看,打风都打到含含声 百多年的大雨都被他预了 还要深圳,还要排红 所以变了来说 香港在这儿下降轨 这儿下降轨就是这里 看着我画 下降轨就是红色条线 整条下降轨 在这儿顶着香港的恒生指数 你想它怎么升呢? 这个下降轨是什么时候? 2021年到现在 连续两年的一条下降轨 即是它的力量很强 你看看 2023年 成年,2023年一月到现在 这六个月 都没有一天能够穿过 这条下降轨 这条下降轨不是2023年数据 是2021年的数据 和2023年年头的数据 画出来 而在整个2023年的六个月 都是这条红线的下面 很厉害的 就是7月30日 7月30日 10日 那个礼拜 是碰一碰这条下降轨 就是碰一碰的顶部 砰一碰的跌下来 所以如果大家买买香港股市 你就拿着这条下降轨来看 这是周线图 如果看回 我帮它变成日线的时候 这条下降轨就是这样 在这里,你看到吗 也穿过不了 以现时来说,这条下降轨在哪里呢 以香港股市来说 大概就在19800点 你穿过19800点 原来你才想 如果你穿不过的话 都不要看了 就是继续向下 好了 税费投资日记 就是说明日的走势 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的 就给个like 然后就是分享给朋友 在11月的话 我会去到台湾 11月的25日到28日 我在台北 会扮个移民的讲座 就是 告诉台湾的朋友 他们如果想来加拿大 做投资移民 是应该怎么做 因为台湾就没有特赦给台湾人 我们加拿大特赦 就给这个 中国护照的 香港护照 和澳门护照 就是给这三个 这三个就是一天可以扮完 但台湾的朋友们 还要用 投资移民 再开一间IT公司 或者一间 旅游相关的公司 都要几十万交币 自己开 如果不懂得开的时候 可以找加拿大公司 或者找我们公司 帮忙业助 开了大概一两年 就可以拿加拿大的身份 所以 都是一个option 就是一个方法 因为有时候不知道 未来是怎样 你又不知道 总统大选 哪个选出 你又不知道 是中国那方面的下一步 企业是怎样的时候 拿多个身份 都是好的 就是作为一个 买保险 所以十一月 就会在台湾办广座 现时就在台北市 正在招聘员工 然后密室 写字楼 所以很快就会 将业务 在台湾那边 投展 就希望多帮一些家庭 过来加拿大 今天就说到这里 每个礼拜我都希望 尽量会录一节 今次就是说苹果 不要忘记 我入了苹果179元 就是说 我当然看好了 接着过几天 大家看看 究竟Ari有没有赚钱 今天有苹果收市 178元 OK 有没有赚钱 到时候大家再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 多谢大家收看 请按赞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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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予 都赚钱 对不对 就算用来参考 不买也好 也好 开心也好 OK